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上优雅 出道便是传奇 暗黑界的两大神兽之一的三上优雅 2015年推出的第一部作品 就以碾压的优势拿下了DMM的年度销量冠军 这也许是一些人一生都无法达到的成就 出生于1993年 曾经是日本女子偶像团体SKE-48TMS的成员 可能有些朋友和我一样 不知道SKE-48是什么东东 她们其实就是AK-48的姐妹团 有别于AK-48的全国性 她们主要的活动地区是在鸣鼓屋 而当时山上老师在团里面算是主力之一 也是小有名气 从小就怀揣着成为明星的梦想 在2006年的时候参加了早安少女组 成为合格者 到了2009年第二期的SKE-48追加成员 面试中在3000多名的审查者里脱颖而出 同年作为队员首次被披露 但遗憾的是 第二年山上老师因为私底下和歌迷见面 被降级为研究生 本来以为可以在演艺事业上顺风顺水的老师 因为自己特立独行的性格再次惹上了麻烦 甚至断送了自己的薪酬 在2013年的时候 先是她的所谓男朋友 在推特上发布了许多她的激情照 有的甚至是特写 搞得满城风雨 不仅如此 短短的几个月之后 又在一个聚会上面喝醉酒 和另外一个偶像团体成员当街机吻 还被人家拍了下来啊 那天晚上的醉酒 让她无法参加第二天的握手会 老师只好向她的粉丝们撒谎 称病 但很快又被人家揭穿 由于她在对时候谈恋爱 生活作风不检点 未成年喝酒 加上当众撒谎 在2014年 被公司逼迫提早毕业 甚至自己很难在演艺界 有所发展的山上老师 隐退一年之后 重新复出 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三上右亚 暗话不说直接进入了暗黑界 毕竟城市国民 偶像组合的成员 颜值本来就在线 再加上F照杯凶器 无一自带光环和话题性 而且 第一部作品 还以日本限定来是水温 年度销量冠军 自然就不在话下了 但是在观众朋友们眼中 F这东西 只有拍过和没拍过的区别 并没有拍过一百部 和拍一部的区别 这种三岁小孩子 都懂得道理 山上老师 又怎么会不懂呢 所以什么一本 限定都是忽悠你们的 半年之后 向上老师正式下海 直到现在她的作品 都已经快累积到了一百部了 老师还在2017年 暗黑奥斯卡DMM成人颁奖典礼上 获得了最优秀奖 真正实现了 功成名就出道巅峰的奇迹 相对于在女团 五年时间里面的半红 不止暗黑界的成功 似乎来得太过于简单 但名眼人都能看得出来 对于山上老师来说 暗黑的成功 只是一块跳板 他所向往的 依然是唱歌 跳舞 演戏 出通告那样的偶像生活 所以山上老师并不满足于当一名成员 他还拉来了另外两名女优 以组合在韩国出道 这个甜甜的组合 无论是歌曲还是舞蹈 都是少女心满满的甜蜜蜂 她们就像儿童节目里面 唱歌的大姐姐一样 这难道只是一辆 开往幼儿园的车吗 第二位 为大家介绍大龟祥 她是波多爷 杰伊老师的好闺蜜 有着暗黑森伊那之称的大龟侠 大龟老师出生于1988年 她是在丽花离子退役之后 被称为暗黑界的痴女代言人 不但脸蛋圆圆的 看起来很可爱 有点像Selina 身材也非常标准 更令人赞叹的是 她的专业技能 首先来说 其成为是一绝 不仅扭腰摆臀都超快的 上下起伏的速度 也远超了一般的女优 没有受过训练的男人 被挤上去 估计很难撑过30秒 大龟老师的超臂杀技 是说喷就喷 距离超远的水炮 这和宝可梦里面的 水剑龟的绝招 有着一曲同工之妙 可是这把天赋一禀的 百年难得一见的暗黑界人才 她的成长之路 却一点都不顺畅 大龟老师 出道于2008年 当时是以 冰田会黎明灌杀之这些名字 征战暗黑界 大龟想是她在2010年的时候 才开始使用的一名 由于当时大龟老师并不是经济公司的发展重心 所以也没有给她找好的片商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 她都只能用熟人女优的身份 在大合集里面充当花瓶 戏份非常少 大家甚至都不知道她的名字 最惨无人道的是 没过多久 她就被下马放到了东京热去了 东京热虽然是暗黑界的最高学府 但同时也是一个残酷的修罗场 很多女优的生涯也是在那里终结的 大龟老师出道没多久 就被送到那里去 可想而知 她当时的状况是多么的凄惨 所有人都觉得 她会很快就撑不住 然后就黯然离去 她还是硬挺了过来 而且被调教一轮之后 实现了自我的升华 重新上马的她 开始展现出各方面的独特技能 很快就俘虏了大批的影迷 每年的作品产量有50部之多 目前累计已经达到了1700多部 D&M上面排行第五 这绝对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再加上她为人亲切有理 和谁都聊得来 在暗黑圈这个尔虞我诈的环境之下 居然也还有很多知心的朋友 我们最爱的波多老师就是其中一位 在2014年的时候 大龟老师在如龙林的女优投票中 获得了11200多票 排在所有女优的第四位 而只有在排名前十的旅游 才能出演游戏当中的陪酒女郎 大龟老师的最大成就 是在2016年以暴冷的姿态 击败了众多大热女优 夺得了第二届 DMM成人大奖的最优秀女优奖 这和她平易近人的 个性喜欢和影迷互动的结果密不可分 据说她还能叫出影迷的名字 一般的女优很难做到 大龟老师的成功 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奋斗故事 一个没有后台 没有演艺圈光环的女优 如何从最底层靠自己的不懈努力 一步一步爬到了最高峰 让她成为了许多新人的模仿对象 也为那些还在迷茫的素人指明了方向 然后是这位 天后级人物属女界 以及SM界的代表 有田珍希 有田老师出生于1972年 现年47岁 她曾经是一名裸体模特 还拍摄过许多杂志封面 在2002年的时候 29岁的有田老师正式加入了暗黑界 第一部作品就是《已属女人7》作为推出 虽然依照杯不是什么巨辱 但是有田老师凭借着多年模特生涯保持出来的完美体型 赢得了观众朋友对她的肯定 相对于那些18、9岁出道的小女生 早已见惯了大风浪的有田老师自然知道自己的优势所在 所以她在演出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包袱 作品的内容远远不只是人妻一母之类的题材 还包括了《痴女SM》的演出 都同样的十分出彩 加上高产量 很快 有田老师就在属女界有了不可撼动的地位 而最为难得的是 她居然还在一直进化 后来去了Dogma公司 她成为了M女军团的一员之后 她的抖M属性就开始大爆发 各种什么混榜低辣有田老师一点都没有落下 直到她退影作品还被人家倒吊起来玩 真是不怕你不用力 只怕你不给力 美熟女抖M高产量这些属性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 有田老师对于整个暗黑界都有着很大的意义 她和之前的北条麻飞 紫彩奶一样 都是很多人开始欣赏淑女的关键 很多人都是因为有田老师才开始进入淑女的世界 是他们一起定义了 暗黑界不一定只是靠颜值靠技术 也同样可以征服一大票的影迷 在2008年 有田老师获得了暗黑界最高权威的奖项 艾薇最高奖 当时已经36岁的她击败了众多年轻女优 获得了该奖项实属不易 也宣布登上了事业的顶峰 可遗憾的是 两年之后的2010年 人气绝顶的有田老师突然宣布退役 在采访中 曾经并不是因为结婚才隐退 而是因为怀孕了 一开始的时候 她自己都不知道怀孕 等她意识到的时候 才突然间恍然大悟 哎呀 我已经38岁了 不能再这样子下去 是时候计划一下以后的路了 最后她选择了退出暗黑界 在那之后有田老师生下了一名女儿 真正感受了作为女性的幸福 到了2014年的时候 有田老师开通了推特 发现原来粉丝对她的热情有增无减 而且要求她回归的声音也越来越大 于是在2016年的时候 有田老师作为麦当娜的专属女优 再次复活 厂商给她的说辞是 因为生了小孩之后 老公就不再碰她了 感到寂寞难耐的有田老师 就选择付出Pieff来解决需求 对于这种智障的介绍 观众朋友们一笑置之 根据有田老师在采访中的说法是 她没想到自己隐退之后 麦当娜每年的酒会居然还会请她过来 于是她就想我什么贡献都没有做 居然还要跑过去蹭酒喝 明明自己已经隐退了 厂商还惦记着自己 所以她觉得麦当娜还是一个不错的厂商 再加上身体上已经调整的差不多了 观众朋友也很想看哈 如果每个月能拍一到两部作品的话 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收入来源 于是她就决定复活回到那个她熟悉的拍摄现场 当然了 现在有田老师 比起她巅峰的时候 无论是颜值还是身材都已经有所回落 再加上麦当娜拍的片子 比起以前的口味也清淡了不少 目前有田老师的情况 一个月一部片子的产量 好了 这次介绍这三位 谢谢大家观看 欢迎点赞订阅 我们励志做一个优秀女优思生活图书馆 敬请期待